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分离来很好的 最让我疯狂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让你在你女朋友和你面膜之中 选一个你都很难的 因为女朋友可以换面膜一直要有 这个我就不懂了你知道吗 我可你只有多爱她 我不能离开她 我的生活中80%以上 或者是80%都有她 然后我闲下我怎么做 我就打电话给她问她 我说我没有她 这位同学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觉得你最大的问题是 你太幼稚了 你现在25岁但活得像15岁 你有好好谈过恋爱 这是第几场恋爱 真心的吗 你也可以骗我了 那好我还是骗你好了 主持人我说不下去了 我现在好难过 别难过 要试语 四次 有两次是 是真的 然后这一次是三次 都是女方离开你了对吧 不可能 主持人我就到这里了 我觉得我可以了 说不下去了 女生就是祝你祝你幸福平安 谢谢老师 我是见过很多橡皮糖的女生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 见橡皮糖男生 你真的没那么爱你女朋友 我觉得你更爱的是你自己 所以你才会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 在面膜和女朋友当中 你会犹豫 女朋友面试的事情 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要换袜子换衬衫 你到现在还在不停的想要争辩 然后导致于她的工作都丢了 你认为没问题 你打着我爱你的旗帜 你就认为说女朋友的工作不重要 上司不重要 她的爸妈 她的闺女 通通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跟你抱抱 这个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可是我想问你凭什么 在她的讲述过程当中 她有一句话 说你不分任何场合 即便是你们互相非常相爱 她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她不是你的任何附属品 她不是你的一张面膜 她要有她自己的世界 但是你却希望说她的生活里面 永远只有你 你的生活里面 永远只有面膜和她 可是这不是生活 也不是真正的爱情 这个男孩让我感觉 你是一个很专一的人 当女孩努力工作的时候 你努力在美 当女孩努力的进校时 你努力在美 当女孩努力的感情的时候 你也努力在美 其实你的专一是对你自己 在你的眼睛里有女孩吗 有她的父母吗 有她的工作吗 没有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可是你现在美过了头了 就像洁净是好的 但是洁癖就让人生厌了 你的臭美反映出来你很不美 在爱情当中男人之美是什么 是担当 是奉献 不是自己 应该真正正正的让你自己散发出男人之美 如何让她觉得自己很美 如何让她觉得看到你美的时候 她心里会很美 那样你就做到了真正的美了 其实我认为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美没有关系 但如果你美的让你身边的女人不安全 这就有问题 这种不安全不是来源于你会出轨 而是来源于我站在你身边 我没有你美 没有你精致 它就会不安全 对不对 如果你能够把它收拾得很精致 比你更美 和你的对比之下 你会比它更爷妹了爷 那我觉得你怎么臭美都没关系 第二自恋 其实人人都自恋 只是自恋的方式不同而已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除开你之外 你看得出来谁最自恋 我 我告诉你是曲伟 最注重外表的就是曲伟 但为什么他不会让人觉得恶心 男人不是雕琢之美 让人感觉收拾过来很端庄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太过于精致 而自恋的一个最大的特性就是 心里边只有自己 自我陶醉 孤芳自赏 最近有一部电视区很热播 我们这天津卫视播了 打狗棍 里边的二丫头 特娘们的一个 特别爷们的一个人 怎么这么说 是太监的养子 举手投足之间那戏 那唱的叫一个好 兰花只念的那叫一个妹 但是 她是死在战场上 她是在打小日本鬼子的过程当中 壮烈牺牲的 死在自己女人的怀里 所以我还是那个意见 娘一点也没关系 但骨子里面要爷们儿一点 你懂我的意思吗 其实世界上各种男人都有 关键骨子里面要爷们儿一点 就没有问题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大骨棍里面的二丫头 很多人在前面几节她刚出现的时候 都特别讨厌 但是到后面 大家最喜欢的角色 就是这样一个人 因为把女性的柔美和男性的刚强 把它归为一个个体上的时候 是会非常美的 关键是什么时候释放 我也撒娇啊 别看你撒娇 我在我老婆面前也会撒娇 是吧 男人撒起娇来是不得了 你给你老婆怎么撒娇 我不告诉你 来来来 来一下吧 撒娇这个东西 真的 男人撒娇起来比女人更魅惑 但是只跟自己最心爱的人 当旁人在的时候 就像我所说 那就要卖弄风骚了 其实我不是那种很 妖孽的 其实我 我除了浮眉毛之外 我的生活很多东西 除了浮眉毛 我还会打篮球 我会很多运动 我比较喜欢露营 那挺好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不应该介于狭隘的去看一个人的外表 骨子里一定要有男人的担当 好不好 好 所有的东西都是过者为灾嘛 从这个现在年轻男生的潮流来说呢 我们大概是接受不了这个东西 一年四季大概 只有这个冬天的时候来点大宝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 但是我相信以后的男生 可能很多男生都会像他这样挺注意的 但是过了就不好了 其实今天大家更多的是在跟你讨论 男人骨子里的那点东西 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说 如何给女孩子安全感 第三个层面在讲爱情的相守之道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路 我个人认为 也许我可能会做得太清晰 你会觉得我不怎么在乎你 或者是不怎么在乎你爸妈 但是我想让你理解我 在过于臭美 自恋 自拍 但是我是想把一些东西给留住 我很爱你 我不希望你走 我是一个好男人 我保证 但是我觉得那些问题 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种困扰 就是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是一种爱我的表现 你出发点是爱我 但是你真的为我考虑的话 你就应该想一下 这些事情是不是值得去做的 做不做得对 时间到啊 对不住两个人 来 交换你们彼此 心里面最深的那部东西给对方吧 来 请关门 这位拿起手里的照片 你们认为他们能在一起吗 能在一起就赞同 不在一起就反对 来 各位 请选择 62.96%的现场观众觉得蛮看好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是赞成 我感觉爱打扮的男人 虽然是不怎么样 但是我本身就是这个男生 比较爱的女生 所以就是支持他们 只要那个男生能够改 稍微那个改善他的毛病 那个更学会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心 我头是不赞成挑 因为我觉得男人本应该男人一点 不应该就是每天总是 没没了去吐那些东西 然后更该注重就是去保护一下女生 更注重一下就是女生的感受 我选的是反对 因为不喜欢男人敷面膜 好恶心啊 那也有喜欢男人敷面膜她 这就是一个个性 喜欢男人给我敷面膜 哦 挺好挺好 来 我选择的也是反对 忽略女朋友 然后只注重自己有些太自私了 好嘞 谢谢啊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人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一起说五个数 5 4 3 2 1 请开门 她这箱子里放的是什么呀 本来是犹豫 结果弄得还决绝 这个是女生留给你的 是什么呀 哦 嗨 想起中国一句老话 叫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其实我已经有要发展的对象了 其实上次她跟我说 她去相亲的时候 我还真不相亲 我还说 开玩笑说 我去相亲吧 结果她真相亲了 哥我出都不出来 这一面倒是真男人的一面 多爷们的一面 即使这样还要出来 谢谢你啊 这再次告诉我们 外表的东西不决定什么 谢谢你 希望你们早到更好 祝福啊 祝福啊 我也希望更好一点 我看那纸条的时候 我心咯噔一下 但是如果一个男生 那么细腻的话 有多少女生能承受呢 所以一份爱 或者一份情感 是钱还是退 是分还是和 都有它的因果 好啊